北市殯葬處再報彼案 這是北市陽明山第一公墓 有徐牧原在六年期間 包庇業者至少就有無期的違規行為 甚至呢 他還在事件之後選上了里長 不過昨天被檢察官約談 調查之後當場生涯 專門業者走出地間 數時中劈頭不發抑鬱 快不離去 而他會來到這裡 就是因為他涉嫌勾結徐牧原 要對方給他方便 殯葬處徐牧原主要的工作 就是巡查責任區的公墓 其決會看查報爛葬與違規修繕 結果當時的陳姓徐牧原 負責良明山第一公墓 以及新一區龍岡公墓 卻涉嫌在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二二年之間 包庇至少無限違規 直骨回葬等行為 由於台北市徐牧原 每兩個月就要輪掉 陳姓徐牧原的後手 發現違紀行為 立即向上檢舉 還要釐清是否有集團性收受 紅包等弊案 而他卻還先當上了 北投去倒向李里長 編長管理處接連爆出弊案 尚從時任副處長王文秀 涉嫌標案所會 查資基層檢供履歷爆出 談紅包小例 相關案件都還在 徵訊審查當中 沒想到連政署又查獲 這期弊案 調查結果出爐 檢察官一貪污之罪條例 將陳姓里長生涯 增進求刑業者 分別以十萬五十萬元交保 但恐怕這私下收受好處的陋襲 在殯葬處早已刑居有年 短時間內根本查不完 繼續有眾報道